先摆头 第二件事情 揮手 第三件事 你就转换后 配换车道 开始转换 脚踏车上路 三个步骤 简单但却非常重要 我有一次看过就是 几个人骑脚踏车 然后在马路口 然后没有注意 刚刚讲到的 就撞在一起 然后也都送到医院 哎 多用口啊 马上阻止一律灯 就想冲出去的朋友 提醒要落实 停看厅 因为国内高达六成 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 每年更夺走 约一千三百条人命 尤其为满十二岁的儿童 被撞的最大原因 就是突然冲进路中 教育才是一个根本 改善整个交通安全文化的 一个方法 透过交通部跟教育部的合作 我们做了五阶段的教材 分配在国小 国中跟高中 教案智能教材 一百一十学年度 将会纳入校定课程 低年级着重行人安全 国中增加自行车 高中后再放进骑机车等相关风险教育 这是一个火的学习 老师们也可以运行这样 来结合当地的交通环境的状况 对孩子来讲 他马上就可以很快地 出了校门 进到学校前 这些都会在日常当中来实践 有足够知识保护自己 也可以避免危害别人造成伤亡 大约新闻线山里建宽 台北报道 进来一家